大家好我是Terence 終於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其實我自己都是相當心急 我想知道結果是怎樣 一個月之前其實我就在淘寶買了眼太陽燈 然後我就打算上去試試 所以我就拿了一棵薄荷在室內照太陽燈 另外一棵就在室內 但是就不照任何燈 就這樣看看兩棵的生長情況 現在我拿一個icon去遮一遮住 因為待會才揭中 其實這些燈很簡單 這個其實是USB 這樣就開啟了 我就是每天都會放大約7-8個小時時間 去照一照薄荷 希望看看會不會可以這些燈 因為你也知道在香港的地方 大家都住在高樓大廈 未必有太陽可以曬到 種植物的話 可以拿這些燈去補救一下 可能都OK 可能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就已經在這個月裏 我拍了一段影片 縮時攝影 大家用很短的時間 就馬上可以看到一個月的生長情況 去片 好 看完一段縮時攝影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這樣拍的 其實拍的時候都遇到很多問題 經常又要去換電 電池拍兩拍又沒有電 而且又要經常去充電 有很多事情去做 不過很過癮 真的看到一棵植物 是會左右搖擺去動的 植物其實當然會動 不過平時我們很難去刷角 因為它動得太慢 好了現在揭鐘 看一看 噔噔 這一棵 就是沒有照太陽燈在室內 大家看看 就是好像 完全是發育不良 這個真的不行 但是 這一棵就是照了燈 剛剛大家都看到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 狂是比較長的 狂長 其實都是光合作用不足夠 它才會開始 想長長一點 其實植物的生態就是這樣 它想長長一點 試一試 看看會不會 向上面找到太陽 所以它的生理就是這樣 還有 我不知道在鏡頭看得清楚 它的顏色其實是偏淺的 跟我之前 真的有一棵植物 在太陽底下曬 是差很遠的 葉的大小你也看到 是差很遠 而狂的長度差很遠 顏色其實也是差很遠 不過你說 究竟那眼太陽燈叫做行不行 大家去到留一想 其實都OK的 起碼好過叫做不曬 不過 如果各位朋友 都有試過去到買這些太陽燈 而你又覺得是合作的話 也麻煩大家在下面 留言 推介一下我 看看可不可以 去到買一眼是真的好少少 因為始終這個的結果 我覺得都是 差一點 好了 今天這段影片 真的我拍了很久 希望大家喜歡的就給個讚 真的好辛苦 拍影片 完全是 特別是要搞這麼久 天天都要花時間 去到淋水 其實不用天天淋 其實薄害是三幾天才淋一次 但是每天都要定時定後 去到開燈 去到關燈 很多東西 眼燈我其實都要充電 都是沒有電的 好了 希望大家給個讚 記得喜歡的話 也分享給你的朋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